我们看一下这题目 以至二次函数y等于ax平方加bx加c图形 读用图 试判别下列各式的正负 那么首先我们将这y等于ax平方加bx加c 写成是 这是a乘以括号 这x加2a分之b 括号的平方 然后减 这是4a分之b平方 减 4ac 那么这时候顶点我们假设是b点 那么顶点坐标为 这是负的 2a分之b 这是负的 这是4a分之b平方减 4ac 那么图形的这顶点是落在第三项线 这是负 负 负 第一小题 要求各项系数abc的正负 好 好 那么因为这图形是开口向上 好 好 所以呢 这a是大于零的 好 那么我们要判断b的正负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顶点 的x坐标 好 那么这是负的 那么也就是 负的 2a分之b 是小于零的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得知 a是大于零 这是正的 所以呢 b 必须是正的 这样子负正正 我们才会得到这是负的 然后是小于零 因此呢 这b是大于零的 接着c呢要看图形跟 Y轴的交点 因为这个点的坐标是 0c 那这点是在原点的下方 所以c是小于零的 因此呢 我们得到c 是小于零 这个答案 接着 第二小题 a加b加c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x以 1代入 所以呢 这 Y是等于f 的话 那么这时候x以1代入 我们得到的是f 那么这等于 a加b加c 那么 x以1代入我们得到 对上去的是这个点 那么这个点的坐标会是 这是1 然后这是f 1 所以呢 这个点如果在 第一向线 这f 1 是正的 所以呢我们得知这是大于零的 a-b加c 那么在这里是x以 负1代入 所以呢 f 负1 这等于 a-b加c 那么x以负1代入 我们对过来是这个点 那么这个点的坐标会是 负1 然后这是f 负1 所以呢这个点落在 第三向线 那么f 负1呢 是负的 因此呢 这是 是小于零的 第1小题我们写到这里来 我们要判断 b平方 -4ac 的正负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 0点的 Y坐标 那么因为 这负的 4a分之 b平方 -4ac 那么这是负的 所以是小于零 那么刚刚我们算出a是大于零 所以这是正的 因此呢 b平方-4ac 必须是正的 这样负正正 才会是负 才会是小于零 所以 b平方 -4ac 是 大于零的 我们得到 这个答案 我们得到 我们得到 不得到 也 我们得到 顶 我们得到